一位年轻的音乐人为何要举办特别的纪念仪式 结婚三年 他们怎样每天依然热恋一出 彩球 花艺 甜点 灯光 婚庆制作高手打造浪漫爱情仪式 新式婚庆 装点爱情 走遍中国正在播出 讲百姓身边事 看中国新变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走遍中国 前两天我们发布了 争集爱情故事的消息之后 得到了各地朋友的纷纷响应 这不我们来到了北京的宋庄 根据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栏目官方微信微博上提供的线索 这里有一位80后的小伙子 要为他的爱人举办一个特殊的纪念仪式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见证这场浪漫的爱情故事吧 北京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每年约有20万对新人在这里登记结婚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婚恋观念不断发生变化 年轻人表达浪漫的方式 更加多元化 个性化 同时北京有着每年几百亿的婚庆市场 云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婚庆策划师 他们用高超的记忆 全新的理念 让人们的爱情梦想得以实现 在宋庄这家专门为婚礼创作音乐的工作室 几位北京婚礼策划界的高手 正在召开一个特殊的策划会 刘威 婚礼策划师 曾被评为中国婚礼行业十大风鸣人物之一 今天他将要为一位80后年轻人 实现一个特殊的表白仪式 这是一个跟纪念日有关的一个活动 看我们这位帅哥了吗 我们今天都是为他服录 主人公 对 其实是我和我太太的结婚三周年 但是我觉得少一个人啊 太太呢 女主角呢 这次算是一个秘密行动 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所以到时候要给她一个惊喜 很期待啊 我就了解了这个孙佩和两个人的这种相处方式 就觉得他们像琴弦 琴弦的话它可以拨动 然后两个声音形成一种共鸣 那么他们每一天都像恋爱一样 所以我觉得说 就像在月夜中说着情话的两根琴弦 我们的所有的创作就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来展现 就像刘威说的 结婚三年来 孙佩小两口的生活始终充满激情与浪漫 每天都像初恋一样 在他们的朋友眼里 更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孙佩是中国首家婚礼音乐定制机构的创始人 她时尚 前卫 充满活力 作为80后的成功人士 孙佩如何看待爱情与婚姻 她是否为保持爱情的热度而去用心维护呢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她是一个给我第一印象很真诚的一个姑娘 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那种 好像一眼就能看到她的心理 我们谈到结婚的时候 我给了她一个很让她惊喜的 我认为很让她惊喜的一个求婚 他们的毕业晚会上 在晚会进行过程当中 我就突然冲上台去 给她唱了一首我自己写的单曲 歌词最后一句就是嫁给我好吗 算是那句话 她当时怎么回应 当时肯定是很痛快地回应了 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她已经哭得不行了 我总这么骗她 其实我们两个人在平时的这种 算是经营自己的小生活当中吧 我们始终认为很多东西要留在平时 而不是说一定要情人节 一定要生日才会去表达 我们对彼此的一些情感 我们去外面去需要食堂 吃东西的时候 我可能趁她不注意 花很便宜的价钱买一只玫瑰花 然后包好了 偷偷地拿给她 她就很高兴 这个比在情人节的时候 买很多花跟大家一样 我觉得要有意义的多 了解了孙佩的爱情故事 婚礼设计师们开始进行准备 如何体现两个人的浪漫生活 怎样让爱丽雅惊喜呢 工作室最大面积的空间 此刻成为设计的重点 按照刘薇的整体思路 素有彩球艺术王子之称的何江斌 将要创造一个特殊的气球世界 我就想用蓝色 就是深蓝 启蓝 各种蓝色来 表达这一种 留解这个创意的思路 就是在这个上面 整个上面全是气球 全是气球 然后夜空中的话呢 飘着一朵白云 但这个白云的话呢 透过那种 月光 然后白云中会有一个生命力 就是亮起来 好期待这个场景 肯定会特别的神秘 浪漫 作为孙佩的同行朋友 大家都是义务参加到这次工作中 所有的设计 都是以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为背景 如何将这个平时工作的办公场地 转变为浪漫的仪式现场 丰富的想象力是成功的保障 到时候咱们这个屋子里面 都会布满鲜花吗 我们会在主背景的地方 做一个大的梯子 跟上面的装饰 对 做一个衔接延展正 到地面上 然后地面会有一些花衣装饰 前面是甜品区 然后后面是餐区 然后甜品区这块 就是有一个精米八 长条的一个桌子 然后一个牌子 对 长条的一个台子 甜品全放在上面 对 甜品全放在上面 会有很大的惊喜 说实话 这个场地 因为各方面电量 还有就是一些限制 就是不可能像我们平常做的 在酒店的宴会厅里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场地里 条件相对好的场地 做得那么饱满 刚才孙佩给我们讲了 他们的爱情故事 有一句话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经营自己的小生活 80后的他们 能够如此细致浪漫 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借鉴 尤其是他在说到爱丽雅的时候 一脸的幸福 这更让我们期待 爱丽雅出现的那一刻了 还有 这几位设计师们 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这就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来体现 孙佩和爱丽雅 三年相亲相爱生活的 年轻人对婚庆仪式的要求 不断提高 婚庆产业作为一个幸福行业 应运而生 所涉及的直接和相关行业 至少有60多个门类 包括婚纱 摄影 餐饮 旅游 家居用品 美容美发 银行贷款 保险理财等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北京婚庆行业发展迅速 婚庆策划水平领先全国 这里有注册的婚庆公司 七千多家 行业人员近十万人 他们改变丰富着人们的浪漫方式 婚礼策划师 婚礼主持人 也作为新职业编入新的 国家职业分类大点 这里是刘薇的工作室 作为资深的婚礼策划师 14年来策划过大型婚礼300多场 他创作了中国第一个海底婚礼 第一个做热气球婚礼 第一个创建婚礼策划书 和婚礼问卷调查等等 可以说见证了人们 在爱情婚姻观念上的演变 它可以自发光 不用单独连那个垫 这样就是把它挂在墙上 咱们不是愿意的星光吗 然后的话它自发光 所以的话能增加这个视觉的空间感 我发现您的这些很多想法 都特别的独特 而且很新颖 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您怎么会就从事这个行业的 而且从事了这么长时间 我进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也机缘巧合 但是它打动我最大的一个魅力 就是每对新人都不一样 每对新人的故事都不相同 对于一个就是 有创作欲望的人来说的话 就是长辨长新 永远让你保持一种好奇心 然后又有一种这种激情 当你东西它内心的 这个需求的时候 你又能够帮它 去用专业的手段完成的时候 在这个挑战过程中 觉得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办这种纪念日活动 然后举行这样的仪式多吗 我做婚礼这么多年 见证了很多的这种情感 现在年轻你会发现 跟以前不一样在哪呢 就是他们特别注重这些纪念日 特别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面 会给彼此一个惊喜 那这样的话 它可以让他的婚姻 可以长时间的一个保鲜 我觉得的话也是生活那种调剂 而且的话 大家有共同的这种生活目标 和事业的追求 所以的话就会 我觉得未来的婚姻 会越来越稳定的 那咱们这儿紧锣密鼓的准备人 那几位高手呢 他们也在准备吗 对呀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 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好啊 好 一起去看一下吧 好 刘凌莉的甜品店 就像一个童话艺术世界 作品精致传神 她又要用什么方式 体现孙沛的爱情故事呢 你好 刘凌莉 嗨 你好 这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活动中 要用的煮蛋糕 对 那个煮蛋糕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这就是翻糖面 那那些呢 那个也是用翻糖面 也是用这个做的 对 也是要往蛋糕上面装饰的 对 对 对 我发现现在这个甜点 已经不光光注重这个吃了 特别注重这个视觉效果 对 对 对 这个创意很重要 对 中国人的婚礼的话呢 就是是属于人前的婚礼 比较喜欢喜庆热闹 然后比如以前我们参加婚礼的话 可能都是大鱼大绕 感觉比较实惠 但是现在的人的话呢 更注重精神层面的 90后的这个现代年轻人 更喜欢追求这个完美 就是每一个细节 追求的会更到位一些了 确实 我们看完了这些好吃的 我们现在去看看好看的 与刘灵丽色彩丰富 味道香醇的甜品店相比 刘亚红的花艺店 就像是童话中的世外桃源 转眼间让人从闹市 进入到安静的田园花丛中 这是什么花 这是绣球花 绣球花 它开出来就是这样一朵 像球一样是吗 对 一大团 那除了这些 咱们活动中 还要用到一些什么花呢 用到了玫瑰 龙蛋花 还有其他很多叶彩 果实类的 这些跟咱们传统婚礼用的一样吗 基本上差不多 这一次是一个什么设计理念呢 顺应这样一个派对 主题这感觉 它应有的这个环境 然后我们做一些装饰点缀 而不是去喧边夺主 去怎样去夺人眼球 它不像说那个以前 那很多人的话都投入进来来做 那让婚礼现场变得这些花叉的 实际上没有任何的这种章法 堆砌的痕迹特别的这个严重 铺满地上 对对对 是 没错 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注重这个 在活动和婚礼上面 要有这种花艺展示呢 我觉得是有生命 有芬芳 然后又有颜色的这种跳跃 有表达 它可以让现场的幸福感加倍 刚才刘威说到让幸福感加倍 这不禁让我想到 北京这十几年啊 离婚率持续的上涨 所以维护家庭的美满和谐 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实我们不见得 每个纪念日都过得那么隆重 一个小礼物 为爱人做几个菜 这也能让他有幸福感 结婚的当天固然是非常的浪漫 但是怎么让这种浪漫 长久的持续下去 这才是更为重要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还是回到孙佩的工作室 距离爱丽亚出现的时间啊 越来越近了 中国人几十年的婚礼演变 折射出时代的发展 文化的进步 从花生瓜子都是奢侈品的贫困 到自行车 手表缝纫机 三大件的自豪 到山珍海味大吃大喝的炫耀 发展到现在思想开放 个性张扬 更加注重感觉与主题氛围 除了婚礼 人们表达爱情的方式 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浪漫两个字不再遥远 这让人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美好与幸福 那么今天80后主人公孙佩 会给妻子怎样的一个浪漫仪式呢 孙佩的工作室异常热闹 房间里的大部分物品已搬走安置 此刻的孙佩忙碌又激动 看到了吗 怒赞 这个就是送给我的 明天肯定是各种怒赞 最先搭建的是基础框架和彩球团队 成百上千的气球将要创造奇迹 这么多 多少个 整体四千 现在是在干什么呀 现在我们是要把这些气球 全部都吹起来 全部都吹起来 对 因为机器在 我们指定的时间内把它吹起来 要多长时间要把这些气球 全部吹起来 四五个小时 这是这个机器是吗 对 这些都是我们打气球用机器 你要把它穿成什么样啊 我们先要把气球打起来 然后再把它穿成一条一条的彩列 这些就是我们组会场的天花板上 就是这个上面的天花板上 全部都装满吗 对 这是和我们的团队一起要负责的 就是把组会场的天花板 用气球包装成星空的感觉 仪式进入倒计时 现场一片繁忙 孙佩的爱人艾丽娅 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一切吗 其实她本身就知道 明天会有一个活动 但不知道这个活动是针对我们两个的 就以为她只要参与就行了 对 对 对 而且其实在求婚的时候 有一个她有一个小遗憾 求婚的时候 因为她哭得很惨 然后每次都跟我抱怨说 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 告诉我可以穿得好看一点 我可以画得美美的 这次我可以满足她这个心愿 她一定美美的 这次你跟她说了吗 要穿得美美的 对啊 但是我估计她可能还会 还会有一点遗憾 对 因为这个女主角跟来参加 别人的宴会还是不一样的 对 那你打算怎么弥补她呢 弥补不了 而且不保证没有下次 不保证没有下次 对 等下次再来弥补 对 这个真的弥补不了 可能惊喜以后一直会有 就以后还会慢慢地 会有这样的这个活动 对 来针对她 对 可能不同形式的 但是我相信惊喜一直会有 经过将近一天的工作 现场初步搭建已经完成 此刻刘亚红带着鲜花 来到了现场 在第一时间 她找到了孙佩 要了一把旧的吉他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花艺一般都是在现场搭建 基本结束后才开始制作 这样可以使花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转瞬间 孙佩的旧吉他 在刘亚红的手里改变了模样 其实这把吉他是我之前送给我太太的一个礼物 像家具的模型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亲手给她做的 这是还制作过的 这是原来就有的是吗 对 那是我亲手做上去的 那这次把这个鲜花插满这个吉他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 这个得问贾红姐 因为我刚才已经完全被美呆了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充满了音乐 也一定要充满鲜花 有花有音乐才完美 距离仪式开始还有十个小时 大家依旧抓紧时间紧张工作 中午刘灵力率领自己的甜点团队入场 她将带来怎样的互动美食呢 哪是甜品啊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 是很有食欲 你看这个跟小贝壳似的 对这个是一个像那个 我们以前吃的冰激凌桶一样 它是翠桶 翠桶 对对对 就能跟蛋卷似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 但是它是花篮的一个造型 哦 这里面会放什么呀 这是甜品 里面会放那个花果跟树莓 这个呢 这个是迷你的马卡龙 哦 迷你马卡龙 哎呀 真好看这颜色 就是优雅的可以吃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 就不至于这个 咱们的美女们吃起来太难看 对对对对 那这个呢 这个是那个星空的cupcake 这个刀子装饰在前面的 对对对 跟我们这次的主题色是配套的 为了保持食物的新鲜 很多甜点都要现场制作 刘灵力出色的设计 将给来宾带来味觉与视觉的享受 距离仪式还有三个小时 现场布置基本完成 原来普普通通的工作室 转眼变成了童话世界 一进门的大厅 被分成拍照区和甜点区 蓝色的主题目不浅 是精致的甜点 手工制作的棒棒糖 让人一进门 就感受到爱情的甜蜜 翻糖制作的三层蛋糕 点缀着星星 月亮 在绣球花的映衬下 雅致而又温馨 后面的冷餐台 是色彩与美食的世界 手工做的奶酪香甜可口 各种精细到极致的美味点心 一定能让来宾胃口大开 摄影区的月亮宝座 等待着来宾合影 承载着两个人爱情故事的吉他 焕发了新的生命 被安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主会场在灯光的映衬下 产生了梦幻般的感觉 原来黑色的屋顶 在四千个气球的装扮下 变成了蓝色的天空 铝箔气球制作的星星 点缀其中 白色的木梯上 各种鲜花自然搭配 错落有致 鲜花与木梯 接起了天与地 帮助相爱的人 摘下天上的星星 地面上烛光晃动 花瓣散落 这梦幻场景里 将会发生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哇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刘姐 你看 这几天没有白辛苦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了 您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有点紧张 忐忑 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喜欢不喜欢 作为婚礼人来讲的话 其实所有的人我相信都是这样的 无论付出多少辛苦 也是希望她们露出满意的笑脸 那一刻的时候特别有出现感 所有的泪 好像在这一瞬间都化为乌有了 那到现在呢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个女主角的出现 让我们看看她来到现场以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仪式即将开始 很多朋友也来到了孙佩的工作室 享受着这一段浪漫优美的时光 现场所有的人将要一起见证 这个感人的爱情时刻 孙佩的妻子艾莉亚即将到来 他们为了感情 但是我们有感觉 我们为了感觉 我们为了感觉 一切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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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的 我们やりたい 要求是这个 像是这一种 要 choisir 我们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浪漫 所有的用心 所有的经营 都是用在平时的 所以两情若是久长时 一定要再朝朝暮暮 就像今天一样 就像这个平常的 不能再平常的 但是特殊的 又不能再特殊的今天 三周年快乐 可能三周年 我并不知道叫 叫什么婚 叫纸婚棉花还是什么婚 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不重要 几周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多少年以后 还能记得今天 还能一直在一起 你好 爱丽雅 不好意思要打扰一下你们 因为这几天 我们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你知道为了今天 你看孙佩费尽了心思 找了很多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期待 要给你策划这么一场 特别的活动 来纪念你们的三周年 我其实可能说 她平时对我很好 我嫁对的这个人 是每天不管多少回去 我们一定会拥抱 然后她每天会给我 表演一个小的节目 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 会冷却窝 早上起来会很渴 她会倒水给我 然后还会 就是还会倒水的时候 再唱一首歌 我觉得这些很细小的地方 都是特别特别大动我的 真的觉得好幸福啊 我其实现在算是 心里已经平复了 心里一个石头已经落地了 也希望我们的这份感情 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 希望每个人都有 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 然后真的把它坚持下去 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两情若是酒肠时 一定要再朝朝暮暮 再次唱起三年前 婚礼上的歌曲 80后的他们 用自己特有的浪漫方式 使得平淡的每一天 都变成为惊喜与甜蜜的 爱情纪念日 其实今天真的特别高兴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在这么梦幻的现场 我感受到了 爱丽雅和孙佩的真挚感情 同时也认识了这么多 才华横溢的婚礼策划人 他们也是见证中国人 在爱情婚礼观念上 转变的见证者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要跟我们互动 请参与我们的互动平台 央视影音 左边中国新据点 跟我们交流 给我们提供宝贵的节目线索 感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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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